周四将会有大量的新闻发布 所以通过经济日历来了解更多吧 我是莫妮卡基普森 首先在早晨7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英国10月份全国房价指数 在过去三个月里该指数持续增长 被受关注的德国10月劳工报告 将在上午8点55分发布 9月份的报告意外看到了失业下行 虽然失业率保持不变 9月英国抵押贷款许可将在上午9点30分发布 8月份许可数量上升至18个月新高 接下来在中午12点30分将要发布的是 美国第三季度GDP出值 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超过预期 但是该报告显示 随着美元与全球经济增长的低迷 美国经济有放缓的迹象 美国每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更新将在同一时间发布 截止到10月17日 首次申请人数上升了3000人次 截止到10月10日 持续申请人数增长了6000人次 备受关注的德国10月初步消费者信心指数将在下午1点钟发布 9月份该指数于8月份上涨0.2%后基本持平 美国9月乘务销售将在下午2点钟发布 8月份销售量按月下跌 但显示增长依旧强劲 两则关于9月份日本的新闻将在晚间11点30分发布 其中包括备受关注的消费价格指数 8月份该指数意外下跌 核心CPI两年多以来首次下滑到0点以下 8月份失业率小幅走高 但仍然在其最低水平附近 10月份英国GFK消费者信心指数将在凌晨12点05分发布 9月份该指数下降4个点 分别被记录在其所有的子行业中 澳大利亚第三季度生产者物价指数将在凌晨12点30分发布 第二季度该指数上升 在油价上涨的背景下 9月日本房屋开工将在凌晨5点钟发布 在过去6个月里房屋开工数量持续上升 以上就是10月29日周四的经济日历 明天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关于周五的精彩内容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